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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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肥安天下 虚偽的环保论是我最恨的 每天都讲环保 但事实上做的事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就是我讲的左教一样 当然了我们香港的头号环保论 如果你像周兆祥那样 我没有说可说 但是你林超英被人捉到正 因为他发的图片里面 看到他换了一个新的冷气机 还是分体式的 大家都知道近期暴热天气警告 林超英他不停说 开冷气不环保 很多人不停留言给他 有没有偷偷开冷气 结果在6月2日就有眼尼的连登网民发现 林超英怀疑更换了家中的冷气机 从相片所见 林超英以前的冷气机是黄色分体式冷气 但最近接受访问时 相片显示 变成了一部白色的分体式冷气机 大量的网民就质疑 偷偷这样开冷气 是不是开暖气 只是开抽室功能 结果 有新闻记者找到他 他回复 他说是 我换了冷气 因为客人会来开会嘛 你的时候还没开 管好自己 不要勉强人 但是事实上 你看到他怎么样 他自己还在说 晚上10点 气温高达32度 仍然开着USB风扇 他贴文上载了一张相片 说2023年5月30日 10点25分 工作位置实放 气温32.2度 相对湿度76度 风速0.4米 关键背景陪伴多年的15cm直径的USB风扇 那当然了 亦都被网民踢爆 就是他住的是豪宅 有钱人 落地大窗户 就是开了窗 凉风沉沉 就是不像我们这么局促 有些住劏房的 基本上连窗口都没有 有些 就是说住屋 要是厅有个窗户 要是房间有个窗户 三千八角 他就不是落地大玻璃 开起上来 清风送爽 跟着他就叫你们去环保 更重要的 他说不是 我是换了冷气的 只不过是有人来探访 那就开了 不要难为这些客人 这个什么逻辑啊 第一 如果你是环保的 如果你说你买二手楼 这样人家都会说 哎呀 你那个冷气 交楼的时候都会试着着不着 就是说这个冷气从来都是好的 第一 第二 是什么呀 第二 当然 如果你不是乘日开的话 或者间不中开的话 这样他怎么会坏呢 只有长期开才会坏 更重要的 既然是环保人士 又不是乘日开 找人维修就可以省钱了 无谓製造一些电子垃圾啦 就是这几样东西 都不成立 如果你问我 就是要知道 好像我们家里那样 他说他那个冷气有十几年 如果你是日立三岭的话 用三十年都还可以 还是长开那种 今时今日 你这样讲 有多少人相信啊 毅环保人 这些才是扑街 我很喜欢吵架这些虚偽的人 因为现在虚偽的人充斥着香港 无论是一些所谓的政坛 商界 他们讲的话 究竟有多少人真真正正讲事实的全部 见到林超英 我真是顶不住 其实 我附近都有两个环保人士 但我都开始有些顶不住 有一天 跟大家慢慢分享一下 但是虚偽到这样 无得搞 拜拜